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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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可以包容 容可以多少的意见各种的因缘 所以大师告诉我们有容乃大 这个是我们从哪里要学习呢? 就是从自然界里面要学习 第一个是海纳百川 应该是大家都知道 一个大海里面 它可以多少多少的东西在里面 还有多大多深 没有办法我们以凡夫的肉眼去测量 但是我们知道尽管这些海水 吸水流入到海里面 那海也不会说 你是山水你是吸水 它不会说拒绝的 那只要是流到大海里面 你也看不见它是变长多 也不会看不见它是变长少 所以大海里面除了水之外呢 大雨啊小霞啊 各种的生态的生命啊 都在里面 那海也是不会嫌弃多啊 这些不会 那海除了生态的生命之外 人类呢在海上面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啊 就像军舰啊 那山船啊横行之中啊 大海都是不厌其烦啊 它不会觉得人类就在那边开行船啊 会破坏这个海啊 它不会熟的哈 那这个千千万万的人在海里面 做各种的游戏啦 各种的海里面就是玩水啦 尤其是在沙滩上面游玩啊 大海也张开它的双臂 欢迎大家 就像现在疫情期间 天气好了 大家都想要去到海滩上面 晒太阳啊就是玩水啊 但是呢 还不会说 因为疫情关系 你们不要来都不会哈 所以靠海为生的人类是很多的啊 尤其是海里面很多的矿物质啦 就是要劳金啊 那大海当然也不会说你不要拿我这些有价值的物质的东西啊 甚至呢我们人呢飘洋渡海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求生啊 海都对我们人类是非常非常的帮助哈 所以我们想要去到一个目的地都是过海才能来到一个地方 所以呢 那人类的智慧是没有办法动成海的性能哈 所以呢海那百川的精神我们每一个人要学习的 我们每一个人要敬佩要学习的 它可以包容各种的水 海还可以包容里面的植物 你可以包容人类在上面做各种各样的活动啊 然后呢捞里面的矿石啊各种有价值的东西 但是呢大海它不会说什么 只要我们人发掘的时候呢要感恩大海啊 那第二个呢大师告诉我们山那丛林 大家都知道山啊这个高山上啊都是很多很多的树林哈 那因为山上有很多的树林 所以住在平地的我们都是非常安全 只要下大雨啊水都不会伤害到我们 所以地球上面的我们其实是想要感到非常崇高的 就是想要在山野上面啊奔跑啦 或者是森林里面各种的动物啊 它们就是在里面热活了 那它们自在在那边 然后呢森林里面各种的食物各种的花都在开着 新兴向荣的哈 那这些都是属于高山上面的丛林里面 那最大的矿石也是我们从哪里采取 都是山林里面的哈 所以我们人类呢不要梦想要政府海洋跟高山 其实是可以不必因为海洋高山都已经给我们很多很多包容人类 你想要怎么样你就可以任由怎么样哈 可以在大海里任你遥游啊高山里面任你行走啊 它就不会阻碍我们 所以我们大家应该要知道 要相互包容相互尊重 生命是共同体的 这个是很重要哈 就像天气一变了 尤其是在东南里的地方 台风来的都是谁在保护我们 就是高山的这些丛林里面的树木啊 那海洋在帮我们做什么呢 它是天气的调节 所以我们就是当作是这个大资人的儿女一样 就学习山 学习海 新量 随时能真 广 大 然后呢 可以让大众接纳你 然后呢 你也接纳各种的一切哈 那第三个呢 容纳里面讲 空 空那万象哈 这个如果是空的话 它可以接纳一切的万象 世界上哈 就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比海最深的 比海大的 比山还高的 然后呢 还广的 其实是什么 这个是虚空 那虚空到底有多大 其实科学家们 也是没办法正确到这个虚空的哈 只有我们佛教讲啊 虚空是无量无变的哈 在无限的虚空里面 那万物因为有虚空的包容 所以存在成长而活着 那虚空能包容幻想 所以因为有空 在大地我们就可以游走 那空气给我们呼吸万物 供我们取用 假如没有空的话 人类我们就不知道 安住在何处 所以虚空是我们的宝一样 你要装多少东西 它也不会显说多的 然后呢 你要装少的 它也不会显少 所以空中生妙有 其实是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 房子在这个空间里面 植物在这个空间里面 然后呢 水这个空间里面 都能可以包容 那第四个呢 大事告诉我们 人 那善言 善言 其实是我们每天会听到 别人讲给我们好听的 然后呢 听到网路上的各种好听的话 那世界上 虽然说海深山高空很大 那大事告诉我们 人的心呢 其实是跟虚空一样的这么大 可以比预长虚空一样 如果呢 你的心可以包容大到虚空一样的话 你就可以容纳 广纳 善言善事 所以呢 一个人的心有多大 他的事业就有多大 那一个人的心 只要爱一家人的话 大事告诉我们 他就可以做这一家人的家长 就可以做父母 那爱一个乡村的人的话 你就可以做乡长 那心中有国人的话 就可以做国主 那你的心量有多大 你开发的这个包容的心 就会越来越大 所以呢 大事告诉我们 君子小人 我们的心能包容吗 那善人恶人 我们都能不舍弃 而救度他们吗 所以一个学佛者的人 其实我们知道 海 山 虚空 自然界的这些是很大 很深很高 但是呢 我们的心 到底可以跟这些自然界学习吗 那大事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的心包容的这种程度呢 够的话 你对君子小人都能可以包容一切的 然后呢 善人恶人 我们都能不舍弃一个人 我就要发愿去救度他们了 所以会有这样子的这个自动的启发 那大事讲 对于少数一些人 闻一句善言都不愿入耳 你想想你的心量是多小 所以如果人能静听天下的善言的话 你就能包容天下的善事 就能包容天地 这个是很伟大的事情 那今天讲这个容纳 容纳大事是从各种评语里面告诉我们 一个学佛的人 心量要大 不管外在的因缘 有善的 有不好的 我都要接纳 好的 我就要发扬 不好的 希望以我们的能力可以改过 那不能改过的 我还是要接纳 尤其是人与人之间各种的因缘 我们都要接受接纳的话 我相信我们每天过的是非常自在 所以刚刚讲这个海的山 虚空 我刚刚突然想到印度的圣河 恒河 那恒河也是一样的 它是有信仰者 他就在那边祈求 祈求圣母河给他一个祈愿 那有些呢 人往生了 他也是在那边做祈祷 希望这个王者去到恒河生女 然后呢 带到天界那边去 那还有呢 人生病了 希望喝了恒河水 能够消除他们的病 那有各种各样的祈求 但是呢 恒河女神 恒河圣河呢 都是包容他们 你需要祈求什么 给予什么答案 所以呢 容纳大师是告诉我们 众生需要什么 我可以包容吗 我能给予什么吗 这个是给予我们一大的功课 相信大家在疫情期间 在家里里面 你可以包容你的家人吗 你看到父母的这种唠叨 或者是呢 各种家庭之间的争执的时候 你可以包容他们吗 如果你能包容的话 你的修行就是进步的 那你听到各种各样的新闻 你可以理解新闻之后呢 你不会齐心动念 你就是包容这一些的 所以呢 大师是告诉我们 我们要做一个 奥弥陀佛 就像奥弥陀佛 他是无量说 无量光 那奥弥陀佛 我们就是你遇到什么事情 都是奥弥陀佛 你遇到一件好事情 你会说奥弥陀佛 你遇到不好的事情 奥弥陀佛 你遇到一件不好意识的事情 你也会说奥弥陀佛 那因为这句奥弥陀佛 会让我们可以容纳一切的 所以呢 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 人间佛教幸福百法里面的容纳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好 那今天送给大家的人间因缘 就是佛在如心 佛在如心呢 大师告诉我们 看山看水看花 看草看世看人 然后呢 我们会看到一切 但是呢 却看不到我们的心 所以呢 大师说 与人求佛不求自己的心 圣人呢 求心不求佛 所以佛在领山摩渊求 领山就在如心头 所以呢 大师告诉我们 求佛求在哪里 你的心啊 心可以包容一切的话 你就可以跟着佛法的大海里面 你可以修行的啊 好 那今天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看山看看山水看花 看看花 看草 看看草 是可看人 看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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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间 万象 却看不到自己的心 与人哪 求佛不求心 上人求心不求佛 佛在领山摩渊求 岭山就在如心头 岭山就在如心头 作为佛 看花 看草 看事 看人 看金红 难 女 女 看金时间 万象 却看不到自己的心 看山 看水 看花 看草 看事 看人 看金红 难 绿 女 看金时间 万象 却看不到自己的心 与人哪 求佛 不求心 生人求心 不求佛 佛在临山 莫远求 临山 就在入心头 佛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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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